還佔領的,不只往前推,包括現在的這個洪秀柱 蔡英文是跟我同研的,洪秀柱、黃金平、宋徐 就是佔領的場在上面一點點的位置 其實都應該離開了 所以我很早五年前就把它退休了,三年多前,四年吧 大概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退休了 我大概在畫五分鐘,把我的人生機率報集講完 因為這些都是基層的生涯 我在聯合報的時候待了一陣子 後來因為台北縣的應酬很多 我公母常常各地的政治人物都會來,然後施犯應酬 身體也受不了 我那個老二出生以後他有那個氣喘的問題 所以我大概說搬去中部氣喘比較好 其實是因為他娘家在中部 他要搬我沒辦法 我就只好把聯合報收掉 直到中部以後 那個報新聞界的人 當時有中國晚報還在的時候 有聯合晚報,他說還有一個中國晚報 中時晚報 中時晚報,就是中國時報的系統 他們又希望我在中部當他們的特派員 他們叫做特派員 特派員就是所謂的中部特派員 他的晚報,每個縣只有一兩個記者 台中市比較多市民 但是晚報,譬如說雲林縣他只有一個記者 那嘉義縣比較大,縣市比較大 所以有兩個記者 那我的縣市呢,就是從苗栗 北從苗栗直到南到嘉義 有一天呢,我中午在苗栗縣跟這邊的縣長吃飯 晚餐呢,是在嘉義縣南邊 雖然說,為了避開這個應酬 而離開了新聞界 到了晚報 想說中午這個下班以後 就可以回家陪澳 可是應酬還是沒有 那我在講就是,中國時報的風氣不是很好 中國時報呢,他們的風氣就是 長官來出差的時候 你要陪他喝酒,陪他幹什麼 就有一年呢 就是現在工傳員的酒編就叫夏鎮 夏鎮那時候 從台北政治組調到中部去接那個 省政組的組長 那時候我是中國組的組長 那時候黃毅焦 黃毅焦就是宋楚瑜那個團隊在省政組 黃毅焦他們就 陳新聞處就驗請這些 中國時報系 完了以後有些人還要去酒店 到了酒店呢 有一個中國時報日報的總編輯 他也可以行動不方便 他是屬於編輯方面的物種編輯 然後 為什麼黃毅焦旁邊的人 會有親民黨外邊的人 為什麼會有黑道分子帶著槍 在那個場合裡面 我也不曉得 反正就是因為我必須做 那個副同編輯呢 人家敬酒的時候 他大概就是看著別的地方 或者在講話 沒有理會這個敬酒的 等到他講完話 他也是算是讀書了 也是有禮包 想說你應該跟每個人敬酒 就是他開始一個一個敬 敬到那個剛剛那個人 那個人就是開始火大了 黑道人的想法你很難理解 照理講人家敬酒就算了 他國大的演義說 我剛剛敬你一酒 你不理我 你現在有什麼臉還敬我酒 就這個邏輯 他就跳起來 跑到他面前 拋出一把銀色的槍 好大啊 因為我坐這邊 然後他的槍就指著我 那槍就在你 就在我的面前 那後來就吃飲姐姐 我回到家裡 我太太也不在睡覺 就把他搖起來說我要離開海中 我要回台北去 太可怕了 你跟著省政府的官員去喝酒 都會出現一把槍 這當然 現在講起來說送福也還在巡警 那很多當事人都還在 就是講起來就 但是事實上就是 後來離開馬上 中時晚報大概待了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沒有離開了 離開了呢 就是 自由時報找我 不是找我了 自由時報在我 在聯合報的時候 就來挖角 我沒有答應 因為那個時候自由時報 看起來好像撐不太起來 又是一個財團的報徵 比起所謂剛剛講的那個 魂人辦報 那個財團林龍山買下那個自由時報 那時候是被窮擊 可是他一下就走對的路 所謂走對的路 他就是做廣告 你訂我的報紙可以抽黃金 有沒有 抽黃紙還有送別墅 反正一下子報分就衝了很高 然後他開始 編才的水準提高 到處重金發酵 然後就挖到我 我那時候拒絕 等到我說要離開 離開那個槍的時候 我就想到 他又曾經挖腳 就打了電話回來 他們就 就 反正廉制不算嘛 就送了八十萬 先給我八十萬 然後安家 然後我就一個人 從台中告台回來了 然後就開始在自由時報的時候 在自由時報 待在最後的新聞界的事物 待在最久 因為我立志不再悄悄了 因為我一定要拿到退休機 哈哈 因為那個老保一定要幹滿事物 在某一個單位幹滿事物 他說沒有 可以 你的年資沒有辦法帶著跳 沒有辦法帶著跳實在 我必須要在自由時報幹滿事物 才能有樓華的退休機 才能有自由時報另外給我退休 所以我立志 再怎麼誘惑我 再有槍我也不離開了 大概就在自由時報在場 我在自由時報 就是 鼓勵他們設執行長職啊 我是第一任的社會新聞群組的執行長 執行長職就是 介紹一個新聞的概念給你們 大家都以為說 記者就是怎麼樣 可是 在編輯台裡面 對編輯台來講的話 今天的社會新聞 今天的政治新聞 今天的生活類的新聞 其實是可以分開來的 今天我把它分開來三個領域 剛開始我只分三個領域 我建議報社只分三個領域 後來加了財經 加了引力什麼的 大概慢慢有五個領域 剛開始這個社會新聞 我管社會新聞的人 不管你哪個單位 所有的社會新聞都會無關 我只處理社會新聞 所有的全世界的 比較重大的 譬如說 巴西的這個珠寶竊賊 或者是哪裡發生的 重大的槍擊案 校園槍擊案 美國的 它也是社會新聞 就 不管是國際新聞 不管是 英尼線的新聞 不管台中的新聞 不管台北市的新聞 都是社會新聞 甚至廣益一點 我還住過什麼 北港媽祖 那個萬年豬腳 或者豬腳 可以保存好幾年的 那個 那個 只要你 不是傳統的 政治新聞 不是傳統的 生活新聞 史版本的 譬如說 教育類的新聞 或者環保的 醫藥衛生的新聞 只要不是這些的 生活新聞 都可以拿到 社會新聞來 我是把它分類 那這個情處呢 就設一個執行長 一到兩個務執行長 三到五個執行委 他就固責跨領域的 處理所有的 處理所有的 社會新聞 那這樣一個清楚 一個清楚 就打破了 原來的見證 打破了原來的見證 是什麼 原來的見證是 政治中心 社會中心 生活中心 財經中心 影記中心 每個單位的新聞 那每個單位 不相往來 到的時候 版面上面 這個新聞到最後 沒人要 就找不到版 放這個新聞 那如果你 反過來講的話 我是社會新聞執行長 就可以去 各個單位 抓我要的新聞過來 抓到我的鋪兒來 我在自由時報 大概 地方新聞 大概也當了一陣子 大概後來 就以社會新聞來 在自由時報 就 沒什麼 特別要講的 重大事件 因為15年裡面 我主要在當主管 當主管 大概 在社會上 考新聞的 機會就差不多 就是做一些 生活上面的改革 我剩下的時間 就今天 在臉書上面 我也有先給各位 各位 不曉得 所非可以看的 好 好